赵丽颖,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,一直是与甜美、阳光、活泼等形容词紧密相连的。 然而,最近一组照片却让无数网友看到了她一个显为人知的一面。 在这组照片中,她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阳光女孩,而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形象,引发了广泛的热议。 在那一刻,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赵丽颖,一个超越荧幕的真实个体。 那层神秘的面纱并非是演绎造型,而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。 她的眼神中流露的不是镜头前那灿烂的笑容,而是一个深深扣人心弦的故事。 熟悉的脸庞仿佛成了一本带翻开的书,每一寸都可能是一个显为人知的篇章。 这组照片勾勒出了一个饱经沧桑的画面。 无声地诉说着生活的曲折和坎坷,而人们开始对赵丽颖进行灵魂深处的拷问。 这不仅仅是对一个明星的关切,更是对每个平凡生命的关注。 她那平凡朴素的瞬间仿佛是一个普通人濒临崩溃时的缩影,引发着读者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思考。 这次的照片让人感觉像是走进了赵丽颖的私人领域,看到了她演绎之外的真实一面。 这或许是她试图摆脱明星光环,展现出一个普通人的真实状态。 人们开始在那一瞬间重新思考,明星背后是不是也有着与我们平凡人相似的疲惫和无助。 这种对赵丽颖生活的透视,让人更加期待她的下一个角色,更想了解她的成长故事。 回顾赵丽颖的演艺历程,我们看到了她那不被看中的娱乐起步。 最初,她只是娱乐圈中的一颗小星,默默无闻,暗淡无光。 然而,正是这样的坎坷其步,塑造了她日后坚韧与努力的性格。 这段经历也让她在成功后更加懂得珍惜,不忘初心。 成功往往并非一帆风顺。 赵丽颖用自己的经历向世人证明了这一点。 陆珍传奇、珊珊来了等一系列作品不仅改变了她的演艺命运,更是为她的成功铺就了坚实的基石。 她不仅是一位演员,更是在迎评前为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做着最好的诠释。 电影《第20条》无疑是赵丽颖演艺生涯中的一次巅峰之作。 她在片中的表演让人们看到了她不同寻常的演技,尤其是为了聋哑人妈妈角色的真实还原。 她的付出令人动容。 这部电影不仅是对她演技的一次考验,更是对她对角色的真实还原能力的挑战。 在电影拍摄现场,赵丽颖与导演张艺谋的合作也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。 她在片场佩戴而塞,深入研究聋哑人的生活,让导演对她的表现赞叹不已。 这种为了角色付出的专业态度,让赵丽颖的表演更显真实,也让她在娱乐圈的地位更加巩固。 赵丽颖在感情中的表现同样备受瞩目。 她曾深爱过,也曾离婚。 这样的坚持真实感情观的态度,让人对她的独立性赞叹不已。 她没有因为社会的眼光而委曲求全,而是坚信只有真实的感情才是值得追求的。 尤其是在离婚选择面前,赵丽颖更是展现出独立女性的特质。 她不以为了孩子而束缚自己,而是相信即使是单亲家庭,她也能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。 这种对独立选择的捍卫,让她的形象更加坚定,也引发了社会对传统婚姻观的思考。 赵丽颖的演艺录可谓充满风波,但她从未被质疑击倒。 相反,这些负面评价成为她不断前行的动力。 她笑傲封尘,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。 演技和梦想不分你我贵贱。 这位执着的追梦者用自己的表现告诉世界,梦想之路上,没有轻松可言,只有坚持和努力。 路贞传奇的成功并非偶然,而是赵丽颖坚持初心和不懈努力的结果。 她突破了人们对她外貌和演技的刻板印象,用实际行动证实了自己的实力。 赵丽颖并不满足于一直停留在舒适区。 她不断挑战自己,突破自我,从传统偶像剧到悬疑剧。 她的角色选择让人眼前一亮。 这种敢于挑战和突破的精神,使她在娱乐圈中始终保持着新鲜感。 也让观众更加期待她未来更多可能的表现。 赵丽颖的成功不是来自于一夜之间的转变,而是源于她的坚韧和努力。 通过一系列作品,如陆珍传奇、珊珊来了等。 她成功地摆脱了曾经的质疑,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名演员。 她不仅拥有过意播放量的电视剧,还多次成功转型,走出了舒适区,展现了自己不同寻常的演技。 近期赵丽颖宣布,与导演张艺谋合作的电影《第20条》备受期待。 而电影中赵丽颖的表演让人们再次为她的演技惊艳,特别是为了聋哑人妈妈角色的真实还原。 她在片场的表现让人难以置信。 这部电影不仅是对她演技的一次突破,更是对一个平凡人在现实生活中挣扎与努力的真实写照。 然而,《第20条》背后的故事更让人感动。 在一次宣传活动中,赵丽颖透露与导演张艺谋的交流并不多。 最初,人们对此感到疑惑,但随后张艺谋解释,原来赵丽颖故意保持沉默,为了更好地进入聋哑人的状态。 她在片场常常佩戴耳塞,深入研究聋哑人的生活和表情。 这样的付出让导演和演职人员都为之动容。 不仅在演艺事业上,赵丽颖在感情中也展现了坚韧与独立。 她曾经与前夫深爱过,但当感情变得陌生时,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婚。 这一决定并非因为她不在乎孩子,而是因为她坚信即使是单亲家庭,她也能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。 这样的独立选择在传统观念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 赵丽颖的独立性不仅在感情中表现,也体现在她在娱乐圈的行为上。 在微博之夜等明星云集的场合,她常常故意回避。 她表示这是因为她不喜欢左右逢源。 这种坚持自我,不愿勉强自己的态度在娱乐圈中颇具特色。 她用独特的方式让自己更像一个真实的演员,而不是被光环所笼罩的明星。 赵丽颖在娱乐圈中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始终保持着真实自我的特质。 在一个追求光鲜亮丽的时代,她与众不同地展示出自己的真实一面。 她的微博、抖音充满了搞笑有趣、烟火味十足的日常,而非那些充斥着高光大片的内容。 她敢于做自己,从不把粉丝当外人。 这种真实自我的态度让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。 在婚姻中、事业中,赵丽颖一直坚持真实自我。 在明星中追求加光环的潮流时,她选择坚守自己, 不在微博之夜等社会中争其斗艳,而是保持低调。 这些天,赵丽颖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她不同寻常的一面。 她的演技、独立性、真实自我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。 然而,在未来,她将如何走向? 她的坚持是否会引发更多争议? 或许正是这样的不确定性, 让我们对赵丽颖充满了更多的好奇和期待。 在这个追求真实的时代, 她或许会成为更多年轻人心目中的榜样。 而她的每一次选择都可能引发更多的讨论和思考。